欢迎回来这里是晚间新闻继续关注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退出的退出中共党团队运动 在今年的8月突破4亿大关 继日纽约州众议会及民意代表 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褒奖赞赏三退运动 纽约州众议院在今年9月15号 向全球退党服务中心颁发褒奖 褒奖信由纽约州第七选区众议员杰瑞特·甘道夫认证 信中战赏三退运动达到四亿是一个伟大的里程碑 过去17年间数十万三退义工帮助中国人三退 并传播九平共产党 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 而三退运动是人类文明中最和平 最重要的倡导之一 衷心的感谢 同时也希望国际社会更多的给予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三退大潮 退党运动能够有更多的支持和褒奖 关系到这个中国的未来的走向 不仅是对中国社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同时它必定会使国际社会自由世界 能够更加的安全和平 纽约州第十七选区州众议员约翰·米库林 也在9月15号发报奖信 祝贺三退运动达到四亿 并祝福三退运动继续发扬光大 让世界更多的民众认识到 结束中共对全球的威胁至关重要 纽约法拉圣社区领袖马莎也向退党中心发出包奖令 信中提到 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共对世界的威胁 国际社会认识到制止中共暴政和中共对全球危害的重要性 共产党在美国的仇恨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推党大潮为国际社会带来新愿景 通过和平运动带来没有共产主义的世界 新自西州特伦顿市长李德·古肖拉也发出褒奖信 赞赏三退大潮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草根运动 通过和平的方式唤醒公众 而九平共产党真实全面 系统地揭露了共产党的欺诈本性和极端行为 对全世界的人认清共产党有很大的帮助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纽约报道